..... 可以大家做一拜騎車了嗎? 我今天的行程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我在六月初的時候 就即將準備要進行 B's dong 車隊的大會室了 所以有車友都約說 準備要大會室了嘛 車子當然要漂亮亮亮 今天就約了我們一起去洗車 可是因為我自己 在後續的行程有準備要演員 之前我已經把露營給練習好了 所以我又很想要練習野吹 我已經把我的吹具全部都給買好了 今天就約了他 因為洗車這個行程時間不會花很多嘛 就約了那個朋友呢 一起去洗車 一起去嘗試我人中中的第一次野吹 現在是有點感覺就準備出發了 GO 嗨,大家在掰騎車了嗎? 今天這樣的行程 就是我期待已久的野吹了 我在之前首錄的時候有提過 我當初是可以把露營跟吹主兩個系統 分成兩次來進行 就是為了讓自己不要一口氣就開 太多項目弄得手忙腳亂了 我發現自己這樣慢慢接觸野吹的方式 算是很小心 不過也確實讓我開始接觸野外生活的經驗 特別的美好跟順利 準備往水裡出發囉 準備要出不離的Seven 今天整個是有點遲到 然後可能要打個電話跟終點車友 他是上次錄影的那個主舊叫客銘 可能要打個電話跟客銘講一下 所以我會遲到 現在騎上台21線中潭公路段 就要往今天的集合地點前進了 會先到水裡 是因為這次約到的Vistone車友 客銘他就住在中璋一帶 而我們這趟打算要去野餐的地點 各位透過影片標題應該就已經知道了 那就是集集大山了 所以水裡就是我們集合 買個食材 盤整一下 然後在一起上山的最佳地點 雖然我是難投人 可是這座大山至今為止 才是我第一次要去 而且經過這趟旅行才知道 這座大山真的非同小可 到底是怎麼樣的非同小可呢? 就請各位繼續看下去啦 集集大山的山頭 就剛好位在集集跟中寮的交界處 它是一座可以直接利用車輛 直達山頭附近的小百月 就類似北部細紙的五指山 或是大屯山那樣的類型 像這樣的山頂 我覺得特別適合利用兩輪過去親近 因為像這樣的路線 如果用步行的話 會走到太多國遊路 不是說很舒服 開車的話 因為通常路都是比較小條的 會車、停車就會顯得比較累贅一點 這一次會選在集集大山野餐 是有克明建議的 這個景點 我自己雖然很早之前 就有放在口袋名單之中 可是我用Google Map看過路況之後 就一直認為它的現場 就是類似大屯山住航站那樣的類型 那因為我前一陣子 是比較偏好再野一點的路線 所以就一直拖著沒去 這趟跟克明提到想要野餐 他就說 之前他過去的時候 有看到別人在那邊野餐 感覺還不錯 所以我們就很率先的決定 好 那就去那邊野餐吧 好啦 那到了這個路段 我也快把一三一給跑完囉 喂 不好意思,我有點小遲到 我在 喂喂喂 有聽到嗎 有有 我有一點點小遲到 我有一點點小遲到 我大概在五分鐘 五六分鐘後就可以到了 好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好 拜拜 趕快去找車友 克明原諒我 應該沒有遲到很久了 跟克明報告完會小遲到之後 我其實也馬上就要到水裡的市區了 走到這段路 我自己覺得很新鮮 因為我每次到一三一跟台十六的路口 要嘛就是上一三一 不然就是上台十六 又剛好 如果從浦里去信力鄉的時候 我每次都是從日月潭過去 所以這塊地圖 對我來說 一直都是有戰爭迷霧的 直到這趟 才把地圖打開 哈哈 好啦 那我也要抵達水裡的全連 好 克明的車 他打算今天要好好洗一下他的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早上貪睡暗了兩次 跟克明討論過後 我們決定吃brunch 兩個男人 哈哈哈 我們要自己煮brunch來吃 所以應該是挑 brunch的食材 brunch會想要吃什麼 應該是黑根香腸 就是怕這樣買我們應該吃不完 哈哈 我們兩個買一包猴子 我就覺得猴子 好像沒辦法吃很多樣 因為一買就有一定的量 ok go go 克明推薦的奇蹟大山 今天可能會很厲害 因為梅雨剛過 今天事業很棒 採購完畢 現在就往今天的重頭戲 奇蹟大山出發囉 原本呢 克明還想要先洗車 然後再上山去 不過還好我們沒有這麼做 因為梅雨過後的奇蹟大山 地面非常的潮濕 好 你看今天的山真的超強的 而且它還有 它不是整個白 藍的那種片 從水里市區要前往奇蹟大山 會使用的是頭27巷道 也就是目前畫面中 這條相當寬闊的公路 如果是從水里市區出發 在頭27上面 向西行駛不用多久 就可以轉進開始攀登 奇蹟大山的公路 在這趟之前 我以為自己 已經算是很熟悉奇蹟了 畢竟由奇蹟水里及日月潭 所組成的這個區塊 在中部 除了是相當熱門的旅遊勝地 其實也是騎車兜風的熱門路線 可是這條頭27巷道 我這趟還是第一次跑 而且在這趟的去城和回城 都有在這段公路上遇到不少車友 感覺上就好像中部的車友 大家都知道這個路線 就我不知道 哼 我今天真的是來清戰爭迷霧 跑到這個路段的時候 海拔也拉上了不少 可以在公路上 眺望到濁水溪寬闊的西面 接著不用多久 就可以抵達開始攀登奇蹟大山的公路 越過了頭27巷很顯眼的路標之後 現在就算是正式開始攀登奇蹟大山了 眼前的這條道路 就是可以利用車輛 一路通往位於大山上的 電視轉播站的公路 說起來 也就是因為山頂上 有建立著轉播站 所以才可以一路都有 鋪裝道路能夠行駛 這條公路是有名字的 前段的名字是 富山產業道路 到了中後段 就變為大山巷 後面這個名字 我覺得非常的直接 通往大山之路 就直接叫大山巷 我跟克敏是在五月底的時候 進行了這趟旅行 這個時間點 可以說是今年的美雨季 才剛剛五過天晴的第一個假日 所以 先前就已經來過一次的克敏 也跟我提到 這趟的路況 比他上次來的時候 還要刺激很多 沿途的車側上 長了不少青苔 路面上 也多了很多碎石跟落葉 危險的程度 並不亞於產業道路或是林道 雨後過來 真的不能釣魚清醒 好可憐 好可憐 感謝大鵬 雖然剛剛劇烈的扭動了一下 但是有驚無險 克敏後來也有跟我提到 他沿路也小大滑了好幾次 登上集集大山的這個路線 他的彎道構成 大致上 是由山主連續的自製型法夾灣所組成的 不只是地圖上看來如此 實際上在騎乘的時候 也會有滿深刻的感受 只要經過一個斗上的法夾灣以後 騎沒多久就會馬上再接一個 我覺得 以我目前探索過的各個路線來說 這樣子的騎乘感受 雖然在別的山道上也有過類似的體驗 但是 我覺得集集大山是其中最鮮明的 可以說是他的特色 行持到這段 路況轉好 也開始可以在路上 偶爾挑望到等等要抵達的山峰 我自己滿喜歡展開一趟旅行的時候 行程的終點 是至高點的那種感覺 看著設為目標的終點 由遠而近 由高見來 會有一種特殊的成就感 很漂亮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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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點不錯 這個井樓搭這個涼亭樓 又搭這棵樹木 對對 你要騎上去啊 對 上面還有一段路 下面那邊就集集啊 嗯 哇 哇 南沙霸樓看到了耶 剛剛這麼遠手就要很遠 對 基本上幾乎都是下腳架的時候才有可能 而且這條路我覺得其實很漂亮也蠻好玩的耶 這條路其實不錯啊 然後其實難易度算很簡單的 後面的路就是再稍微瘦碎一點點 基本上都是有塑造的效率 上次跟我來的是其實很鮮耶 客民推薦的超美展望點 繼續出發囉 剛剛有著很棒的展望的涼亭 我個人覺得剛好是集集大山這條路 路況開始轉叉的分水嶺 但是隨著路況變差 路上的風景也開始變得很有深山的味道 除了樹林變得更茂密以外 也會開始更頻繁地路過一片一片的夢中竹林 集集大山在台灣地理學之中 是屬於雪山山脈的分能 就叫做集集能脈 它的海拔高度在1390公尺左右 並不算高 山頭的基點是一座二等三角點 不過可不要因為這樣就小看它 在影片的開頭有提過 要不是客民約我 我一直打不齊勁 特地來跑一趟集集大山 可是各位現在透過畫面也可以看到 它其實有一定的挑戰性 尤其是今天這種雨季過後的路況 集集大山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山頂上的電視轉播站 如果只有轉播站可以看 那我也不會說它非同小可人 它最讓我驚艷的是山頂上的展望 山頭上的建築物除了轉播站以外 還蓋了一棟很大的360度瞭望塔 擁有360度視野的山頭 集集大山不是我去過的第一座 但是它周遭可以鳥看到的地險和風景 還真的是我去過最厲害的 幾乎可以一次搜刮到 中部我們耳熟能詳的知名景色 如果是看山 一次可以看到九九峰 燒來山 水色大山 守城大山 玉山、郡大山也可以一覽無遺 如果要看水 最遠 可以直接看到台中港整個海岸線 近一點的 集集藍河宴等等的水利設施 也都是一清二楚 總之 如果要一一系數可以看到多少山水 真的是講也講不完 雖然我之前在規劃景點的時候 就常常看到網路上 很多網友都會提到它的視野很好 有360度的展望 可是我自己覺得 大家的語氣真的有一點太過輕描淡寫了 如果要我說 我會說它的展望 真的是很厲害 集集大山原本還有一個名字 就叫大倫山 不過早期的集集 會有許多外地商人來到這邊收購物資 其實集集這個名稱的由來 有一個說法 就是來自 四方來去 縱山雲集 因為這邊 早期是屋子的集山底 由於集集大山 如果從市區往山去看的話 山頭是非常醒目的 所以這些商人看到之後 就直接把這個山頭稱為 集集那邊的大山 後來就得到了集集大山這個名稱了 這裡最初有一個古道 叫車城古道 可以直接行走到山頂 不過有了電視轉播站之後 這裡鋪設了車輛可以行駛的公路 那既然車可以走 願意步行的人當然就少了 包括我和克敏這一趟 也是利用車輛 所以車城古道 最後就淹沒在荒草之中了 現在還是有其他的步道 可以讓喜歡健行的人 用登山的方式 親近集集大山 那行事到這邊 我們就即將靠近一個公路上的展望點了 要看個風景嗎? 好啊 克敏推薦在路邊看個風景 其實上面更高啦 而且我覺得這段路 登山的時候有一句說法 叫大山的都不好惹 我覺得這個 他騎起來很過癮 他的路很長耶 這個很多腳踏車也在騎 我直接給他追焦下去 他們會不會生氣 不會啊 這裡也很難追焦 因為距離他 沒有,我就拍這樣子 他們有講話再說好了 哈哈 然後他們沒講話 就莫名停到山頂住了 對對對 而且尤其跑這種路的 都同好 對啊 來追老鷹看看 有 看完風景 繼續往山頂前進 在這段路 也碰上很多來路跑的朋友 其中一位 我懷疑曾經在九分二三遇過 不過當場我是沒有發現的 因為那時候帶著群罩 聽不太清楚現場的聲音 雞雞大山頂可以直接用車輛抵達山頂 但是他也名列在台灣的小百月之中 在之前攀登火岩山的影片中 有介紹過小百月這個名單 當時沒有提到小百月這個名單之中 在月界還盛傳著一個名單中的名單 也就是小百月之中的 五月山間 一騎十郡 十重九張 欸 這樣總共是包含幾座山呢 五月山間 總共八座嘛 一騎十郡是十一座 十重九張 是十九座 所以總共是二十八座 哼 算得很累 所以小百月之中 大概只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山頭 可以跡身到這份名單裡面 俊 這個字 在這個分類之中 可以用高爾陡峭三次聳拔來理解 雞雞大山是十郡之一 分別跟哪些山頭齊名呢? 礙於篇幅有限 就列舉一些名山出來 分別是 李東山 加里山 馬拉邦山 大橫平山 還有大洞山 從這個名單就不難想像 雞雞大山的氣勢相當的不頻繁 好啦 那現在隨著電台映入眼簾 我們也終於抵達雞雞大山的山頂了 究竟山頭的展望有多厲害 就請各位繼續看下去囉 大一關主要 就可以看到日月台 哇 感覺超讚的 剛剛在雨 差點嚇死我了 對啊 它現在開到白牆了 哇 我覺得 集集大山這條路真的 很夠你騎 就是很爽 這樣 叫大山的果然 都不是簡單的角色 因為你那台是真的很爽 你是很爽 我都入不到 這台都入不到 這台入不到 就吃掉了 都入不到 明天是海 看不出來 掰掰 那邊感覺很兇 電場的感覺 風景很美 可是它這會很像那種 廢棄的那種 海巡的檢查哨 什麼的 那種感受 有一點 因為海巡的檢查哨 都是這種感覺 都有介紹 在後面過去 看就有著著著著著 請問一下你是大舖嗎 對對對 有看過影片對不對 好 你聲音真的很好 好 對對對 你們是剛剛騎車上來的嗎? 對,騎車上來的 我剛剛就想說,我就直接先拍再說 你今天騎這裡喔? 我想你現在可能會不會遇到 很巧耶,很巧 因為也不曉得說我這個禮拜會突然來幾幾大山 我第一次來 前幾天才看到你去買了一件好 對,就是這樣 你真的有看,謝謝 這條路很漂亮,很好玩 可能下過雨吧,又蠻刺激的 你們等一下就 等下就要下去了 對 撞到那個,那就是 中堂的大飯壁 跟大飯壁 這邊其實是附近的自高點 那個大飯壁 這個可以去嗎? 那個可以去 浮勝山農場,從中堂進去 去到上面也是自高點 從這裡這樣看到,知道它很大 今天大概什麼時候會燙網上線 對 哈哈哈哈 還要做外面嗎? 通常都是,通常都是賴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山頭有東西耶 上面真的是一個籠子 沒有在這個角度看過是月潭的 從來沒有,很特別 而且你看啊 現在這個啊 它的山頭還剛好被 一個圓這樣切住 然後下面是潭 這很,很 有一種感覺 我感覺這邊很漂亮耶 本來這邊我在那個 南投景點這邊看過好幾次 可是我那時候想說 它上來應該沒這麼漂亮 我就一直沒來 欸這360度的耶 對啊360度 這回真的可以騎浮勝 鋪力 魚池 我們就是在山城 山腳 哪一個 有好幾根小小的 不行,就這樣其實還沒有很清楚啊 沒有很清楚啊 我上次還是沒有 所以我連海都看得到 對,可是我覺得這樣也很有趣 你看它這裡是那種 然後到這邊是那種圓 現在魚一直往這邊進來 那邊就入谷那邊 欸這個地方真的超棒 我記得它好像滿有其他標榜的圖 我覺得它這個不用膠耶 這邊可以看到圖 郡大山也看得到 是不是現在在雲層 有一點雲層擋住 在雲裡面 剛剛看的那片雲都往 最好是像其他手堆 對啊 現在這樣有一點 OKOK 那不然我們就先下去 弄 開始弄 這邊還在確定嗎 沒有錯什麼 原來想說這種行程多悠哉 其實也還好 對不對 沒有,主要是 其實讓它這個騎上來也是要一段時間 我這樣搞一搞 也不騎 好 對不對 我這樣搞一搞 騎 騎車 那邊 喝太多了 這個防篩真的是 其實滿涼的啊 但是就是 它騎起來真的涼 但是現在已經沒在騎 對 然後你要活動神 那個護具就是會拿 對 它是全部都在裡面 對 都你煮給我吃 好 其實我還蠻不會煮的對不對 可是為了 為了演員只好練習 你有那款是瓦斯芋嗎 這個 這個就是 我說那個瓦斯芋 有啦 幹嘛啦 可以了 人生第一次也贏達成跟客迷 現在有聞到香味 而且我們真的在風景這麼好的地方 這樣的感覺是 欸,我真的在野吹了 對啊 對,還蠻好玩的 我還可以玩一下那個小當下 對啊 咬一咬 欸,有FU 雖然這個應該沒什麼意義 漢堡肉 漢堡肉 這聲音 爽 沒有酒,我們就要喝茶 喝茶喝茶 對 我想說幫你弄 掰掰 全雞仔 風暴爐 哇 兩個新手也是可以吃到 對啊 也是可以正常的吃啊 正常的煮 我們兩個都是屬於不太會煮的 也是弄得出來嗎 我不是說都沒有想到漢堡肉 你少到這樣子 你少到才想 漢堡肉好像不一樣 第二塊漢堡肉 立刻變專業了 順便講一下裝備 SOTO的小旅桌新買的 然後 SOTO的打火機 海獅的泰德餐具組 這是我第一次用泰德原料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拿起來質感很好 對啊 你拿拿看 那重量蠻微妙的 好 比印象中拿起來的感受輕一點 對 很奇怪 那個聲音就是有人 對,我們一回生就回手了 對啊 對啊 還要嗎 很像鐵板燒那樣有沒有 哇,我們整個這樣子 聽他出來很 這個點真的很舒適 對對對 然後在下面準備東西的時候 還想說這樣很寒酸 會不好玩 欸,這跟你 我們吃早餐店的東西 可是跟你 在早餐店買好 帶上來吃 就是感覺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真的有差 你煮得比較容易拉肚子啊 哈哈哈哈 欸,這樣看起來很好吃 對啊 這幾次跟克敏 好像每次都成功 呵呵呵 這樣很好啊 對 味道比較舒適一點 吃飽 但是還沒喝足 所以我們準備來煮咖啡了 欸,其實只是煮水啦 然後用濾瓜咖啡 洗車再拍一個 等到下禮拜再發 你還好想說那個內容 就是有沒有流量 呵呵 也不是有內容就好 好好好 你看,你也這樣一直進來 可是我不知道你這個拍不拍得出來 拍得出來 拍出來 拍得出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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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多喔 你講一個話我就打出來了 用這個東西把它靠著就可以了 對 好 它有用我覺得你可以買一個 不然就是買那種 C型的刷子我就覺得OK 洗完車這次的行程也要進尾聲喔 在這一趟 我終於把錄影跟野萃的流程全部都跑過一遍了 也確認了我這樣的裝備配置 搭配機車來進行更深入的探索台灣 不管是攜帶、架設、還有收納 都算是相當的靈活跟方便 現在感覺自己就像一台即時戰略遊戲中的基地車呢 到了我家附近的小夜感爛人喔 那今天影片就拍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